那這個也太酷了 你們有拼過拼圖? 有拼過會說話的拼圖嗎? 而且它有一個很棒的主題是 它是把世界上啊 就是也就是瀕臨絕種的動物把它列出來 讓孩子關注這個議題喔 然後大家可以先看到它有兩本書 這兩本書也都是可以點讀的 然後這個是中文版 這個是英文版 然後裡面點進去啊 圖 還有它會解說就是關於孩子 關於它的一些知識這樣子 那在這裡面的這個動物啊 在這裡也可以找得到喔 然後你這邊的地圖啊 這個拼圖拼起來一樣可以點讀 這是英文的 有沒有這邊有英文 那你可以讓它講中文 是不是超棒 拼完以後還可以這樣子玩 很厲害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很大很大這樣的對照圖 可以讓孩子 它一開始不熟悉的話可以對著拼 那之後它就可以自己拼 超級棒 這一組真的太讚了啦 是只有讓你可以點讀這個拼圖地圖 來認識動物 然後也不是只有看書 它居然還附上這個點讀挑戰卡 這個真的超級讚 它這邊是英文的 然後一邊中文的這樣子 那我們先玩一個中文給大家看 歡迎來挑戰請仔細聆聽題目 好在這裡做做吧 請幫我找到 以下這兩種 齊息在亞洲的動物 嗯 好 印度象和貓熊 印度象 貓熊 貓熊 耶 到這裡它就會有這個獎勵聲 我們一起尋找齊息在亞洲的 然後我們還可以找 英文 然後當然你可以選不同地區的 比如說我們選這個 Let's play the game 這是這一點的 Please tap the kangaroo in Oceania Kangaroo Tell me where to find the ki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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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如說我們可以示範一個錯誤的 他就會說 喔請你再試一次喔 這樣 是不是超級讚 就是它可以加深孩子的印象 然後這一整組我覺得超級值得入手的